开始准备除夕年夜饭了 年夜饭出台海参很有仪式感啊 买来的干海参又干又硬啊 需要提前泡发才能入菜啊 DIY泡发海参不难啊 可是要流程啊 弄不好发不大发僵了就麻烦了 发海参要一个容器和干净清水 注意这些一定不能带有油脂哦 海参加水保鲜膜封闭后 放入冰箱冷藏三天就好了 注意每天换水一次一共换三次 三天起满取出海参晾干 放入浑水中 沸腾煮至三十分钟后放凉 发好的海参又大又软又弹性 筷子可以轻松刺进去 这就好了啊 简单不简单啊 赶紧动手发海参啊 现在还赶得上除夕年夜饭啊 天下美食花样多啊 卡尔家族动手做啊 请关注订阅这个频道啊 有空我会分享如何海参做菜啊 我这个海参是Costco买的啊 质量靠得住啊 不会一次冲好玩猫腻啊 泡发次次成功没悬念啊 谢谢啊